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来自台湾的陈佳化毫无疑问拿下了今年的冠军 在前两次公演舞台播出后她已经是冠军大热门 她无论是每次公演舞台的个人排名还是人气都非常高 因此她夺得C位可以说众望所归 更重要的原因是今年节目中表现最好 唱跳功底最好的是刘亦云 不过刘亦云却是外籍艺人 因此她很难得 这也是她为什么排名第二 陈佳化排名第一的原因 刘亦云是美籍华语歌手 她是通过韩国女团出道的艺人 她与去年参加浪姐三的郑秀妍非常像 那就是唱跳实力非常强 人气也不低 但由于外籍艺人的身份 最终都是第二名 而美伊丽亚则是日本艺人 虽然她是今年的人气王 不过在后面节目中 她的热度并没有节目刚开始高 加上她唱跳功底也没有刘亦云强 因此她排名在刘亦云后面也很正常 但相比排名 她最大的收获肯定是在中国获得了超高的人气 她在日本也就是个三线艺人 知名度并不高 但通过芒果台节目在中国翻红后 她也很有可能留在中国发展 剩余8人排名并没有具体透露 不过芒才谢纳排名第四的可能性非常大 作为芒果台主持人也是内地宗业 毫无疑问她是本季国民度最高的姐姐 最终排名也肯定不会太靠后 而黄丽玲和贾静文分别是台湾著名歌手和演员 黄丽玲前几天还拿到了歌后奖项 姐姐们也是纷纷给她送 她与贾静文在节目中还合作过 她们的合作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她两成团也在意料之中 刘希君很早前就锁定了成团名额 原因很简单 每季节目都会有通过芒果台选秀出道的艺人 获得成团名额 而前几次公演舞台结束后 通过芒果出道的就剩刘希君一人 因此毫无疑问她会成团出道 知府是越南著名歌手 她被爆餐加节目后就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朱朱被称为今年的门面担当 卢静山和宫林娜两人在节目中的表现也都非常好 整体而言 最终成团名单除过孙悦为成团有点遗憾之外 其余的姐姐都在意料之中 而作为平民天后的徐怀玉在武功遭到了淘汰 连决赛都没有进去确实令人遗憾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